大家好,我是Jill,欢迎来到我的花园频道 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种月季的裸根大苗 希望大家都花开满园 这几款是我去年种的裸根大苗 左边的盒子里面是网购的 右边的纸袋里面是在当地苗圃购买的,都是裸根 月季寄到家或者是买回家,不要等,要马上处理 开箱以后,裸根是用湿润的包装纸包裹 外面还套了塑料布 第一步,我们需要浸泡月季,让它喝足水 我这边总共是有四五颗,水的高度慢过根部即可 第二步,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闭光的地方静置 24小时,让它喝足水 我是把它放在家里的车库 浸泡完以后,我们把月季拿出来要检查它的根部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的地方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受了伤 折断了,但是没有完全掉下来 有的地方可能有一些病变,就需要把它处理掉 把这些不健康的地方修剪掉 剩下完好的健康的根部 下一步,我们给月季选一个纸 挖坑,做一些种下去之前的准备工作 月季喜欢全日照 最好是没有周围的建筑物或者植物遮挡 每天日照达到六小时以上,这个是最好的地方 我选的是朝南的花园 种在篱笆旁边 挖坑呢,需要注意这么几点 它的深度和宽度最好是月季根部的至少是1.5倍以上 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呢,因为我这边很窄,它有这些周围的植物有根系 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就不太好挖 我就挖的比较浅 一个偷懒的办法是大家可以把它的根稍微多修一点 或者让它的根稍微弯一下,但是不要折断 这样呢,你的坑可以挖的小一点 在种下去之前最好是要施一点底肥 这个底肥我施的就是大卫奥斯丁家的月季肥 撒了一把在坑里面 另外呢,在它的根上我还撒了有益的真菌 这个也是大卫奥斯丁家的 因为它的根现在是湿润的 上面就可以把这些真菌粘住 而且你也可以拌一些在周围的土壤里面 让它能够更好的生长 田土的这个土质 如果你花园本身的土质好的话 你直接填就好了 如果不太好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选用半餐的办法 就是你买一些好的腐质土 然后呢,和花园的土一对一的这么混合以下 再填上去也是很好的办法 填土的高度最好是在它的节的这个地方 要稍微高那么一点,高三四公分 因为现在的土比较松 待会浇了水以后呢,这个土会下沉 所以稍微高一点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月季也会相对比较稳一些 最后浇一点水 水的这个量的话 我就是浇的大概是三公分的量 其实我们这边春天是雨季 浇过这一次以后 估计最近的一两个月 我都不需要怎么浇水 这些月季最后开的怎么样呢 请大家点击视频上方出现的链接观看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 如果你喜欢更多的月季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下次在花园里见到您 祝您有个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